彰化縣政府26日公布新增兩例 彰化縣累計達111名個案 縣長王惠美親自向相親報告最新狀況 今天兩個 鬆了一口氣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 因為這樣就放 就有點鬆懈掉 那在這邊還是要再次的呼籲我們相親 你做了採檢 陰性不代表沒事 你還是要自主管理14天 因為我們最近起來的一些案例 都是在自主管理的過程中 才有確診的 所以還是要拜託大家 自主管理 保護你自己 也保護你的家人 彰化縣今天新增兩例 較昨天13例明顯下降了 顯示圍堵成功 有效社區控制 但還是請相親持續保持防疫安全措施 針對第二波6500劑疫苗施打方向 葉局長也提出說明 這一批的疫苗6500支 實際上數量還是非常有限 所以這一批疫苗 依照我們這些人數的估算 還是會以醫療跟醫護人員優先 尤其是在專責病房 負壓病房 家戶病房 要來照顧這些民眾 或是在採檢的這個急診室 要負責採檢的這些相關的 醫護人員 醫事人員 他們會第一優先來做接種 那當然也包括 一直在載送這個病患的 119的我們的消防弟兄 還有警察同仁 很多人在第一線來協助我們做醫療 這些都會是我們在第一批 要優先來列入接種的對象 目前居家隔離人數1271人 完成篩檢人數7977人 陽性率為1.39% 王縣長呼籲鄉親務必勤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沒事不要外出 更感謝衛生醫療人員 不眠不休和病毒賽跑 給民眾安心的居住環境 公益頻道許惟珍 彰化採訪報導